蔡英文到新竹乐山的雷达站去巡视 我先说明一下 新竹乐山雷达站它的主要的特性 这个雷达站基本上是美国的军方 以及雷神公司对台湾主导所建立的雷达站 它的目的主要的是在侦测中国大陆 所以这个雷达站基本的核心技术 跟它的决策都是操纵在美国人的手里 台湾驻雷达站的部队只负责执行面的工作而已 蔡英文这一次到这个雷达站去巡视 就是透过所传递出来的巡视的照片 显示出来说蔡英文的背后 确确实实有美国坚实的靠山 蔡英文为什么要如此做呢 蔡英文为什么要警报美国的大腿 来挑衅中国大陆 来对抗中国大陆 其实是有他的主要的目的的 蔡英文基本上就是个理念台独者 他非常坚持他的一中一台 两国认的台独路线 不能够达到法理台独 至少要达到实质台独的目标 而目前台湾的防务部门正好进入了空窗期 表面上是跟美国买了很多的武器 而且这些武器是现役的 是先进的 甚至是进攻型的 但是这些武器都没有来到台湾 而台湾现有的这些旧的武器 落后了大陆好几个世代 所以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是存在高度的不对称的情况 所以说现在正是台湾防务的空窗期 而蔡英文要抱美国的大腿 配合特朗普拼连任 要挑衅中国大陆 要制造台湾牌的吹票效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蔡英文只有一条路可走 就是紧紧地站队美国 紧紧地抱紧美国的大腿 以美国作为他的后盾 作为他的靠山 用这个来作为壮胆 用这个来支撑台湾 现在反中仇中抗中的民粹 但是蔡英文这条路 走得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的危险 甚至可能将台湾 作为他野心的赔赞品